闸门缓缓升起来回启动测试确认 7月22号早上的宜兰已经开始出现震震强降雨 加上间歇式强风防灾准备工作也正以待 不淹水不积水的那种状况 尽管烟花台风还没到最近 但无论登不登陆外围环流影响被台湾豪大雨势 仍然有相当程度冲击宜兰首当其冲 这边是宜兰蓝阳溪的赶潮带 就怕海水倒灌所设置的防潮闸门 而就怕供电系统失灵发电器也失效 这里还可以用手动的方式调整上升或者是下降 绝对不容许任何差错 尤其这次台风来势汹汹 又刚好搭上大潮 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间 前后恰巧就是大潮期间 配合多重保险机制 五节防潮闸门自去年全面优化智慧化 这回能不能有效排解双风险叠加所带来的影响 就是第一关卡 大的天文潮就是我们讲的农历田的 一号跟四号的潮会超差会最大 最佳我们知道台风来的时候会有低气压情 低气压会让海平面会上升 还有一个最佳一个天文潮 天文潮就到夜休引力的关系 所以相对叠加之后 在南西口曾经达到2米6多的洪水位 那个潮位 所以潮位会造成这个地化地区 避免它海水倒灌 不只现场实力监测 位于不远处的监看系统 小小办公室里头也是全员备站中 如果说当外面今天台风暴雨 是比较明显的情况 那外水位高于内水位的时候 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开启 我们会把门门关闭 那并且配合周边的那个五节抽水站的部分 来做抽水的动作 那来减少地区的激烟的情形 靠精准仪器 还有及时画面 任何风吹草动都全程掌握 只是根据NASA最新研究发现 未来月球和地球运转到 以特定方式排列时 将会加剧洪水 改变引力和海上的相对反应 海平面附近的低洼地区 恐怕面临更多风险与苦难 而且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面对海岸线的不确定 其实台湾还有一群默默付出的小尖兵 为了这个工作有什么状况 要趕快把城堡起来 这边在海国大 一般我们平常工作 我们是配合各核酸局 下去巡视一些提防 认识有没有基础设施 有没有被损坏 在有没有人请到垃圾或到踩沙时 若是在摘死的时候 我们是让整个台湾区各区域的不确定因素 随时提报 很多单位有的不了解 像我们出去巡视的时候 遇到警政单位的时候 他们不把我们当一回事 甚至会阻隔我们志工 在执行很多任务的状况 我经常在讲 志工是在所有灾情发生之前 最第一线 尤其紧急时刻 相关单位忙不过来 防训护水志工就成了关键角色 光宜兰地区就有160人 小眼睛更是遍布全台 从事前预防灾害应变到监察工作 面对台风加大潮来袭 每个环节都不能少 TVS新闻钟德荣 崇岳宜兰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